继续镜头带你到台南来看一个充满了坚强与勇气的故事 就是台南有名张先生 三年前的时候他在工作时发生了意外 右手因此截肢 不过他并没有失去意志力 而是凭借着专业的知识还有经验 结合了3D列印的技术与工程师一起合作 设计出一款价格合理 而且非常实用的机械手臂 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买不起抑制的身杖人士 看似平常的机车骑士 静看才知道 紧握车头的右手是一只 更帅的是 换上手指灵活的神手 开合之间颇有钢铁人的架势 不管是跟朋友握手 拿取物品 或拍照时比站比页 工作时用电脑打字滑手机 这只电动一只手通通办得到 除了精细的手指动作 要多加练习之外 拿水杯握手通通都OK 更特殊的是 这具抑制的材质 有8成由3D列印出来的 创新的设计 勇夺劳动部创客擂台赛冠军 获得奖金100万元 我们看到 县良他不止 没有失智 因为工作受伤 是去幼长 帮助自己 也协助关怀 智障的这些朋友们 所以获得 勇夺我们劳动部 百万创客擂台赛的第一名 这样的殊荣 那持续的在开发 那让我们所有 面对困难挑战的朋友们 可以有很大的激励的一个作用 其实拿到百万奖金的背后 是一段血泪艰辛的复健过程 三年多前 张献良被模具机台冲压 而失去幼长 因为无法工作 家庭经济陷入困顿 那当时发生是 听着一声 放一个嘛 那就是 感觉上痛一下 手就没了 那时候就 觉得说完蛋了 手已经压成那么烂 那后续可能 就知道自己 明白自己 一定最后要截肢掉了 受伤了之后就觉得说 事情 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严重 但是你自己不能倒下去 你自己倒下去之后 很多关心你的人 甚至你太太 小孩子 老婆 爸爸妈妈这边 他们会跟着担心 那你如果走不出来 没办法去支撑下来的话 你倒了全部的人 甚至很多人都会跟着你倒 有可能这个家庭 就会这样破碎 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不可逆的残酷现实 化伤痛为力量 凭着城市冲压模具师傅的基础 尝试去研究 国外一些机械手背的结构 再利用3D列印技术 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机械手 但刚开始 因为完全不懂动力技术 所以他上网求助 想不到有位机械工程师 陈俊志愿意帮助他 两人因此研发出 第一支自制机械手背 我生下一支左手 用滑鼠 我如果去考到证照 我要去确定说 我自己的能力到哪边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那事后会去想要去发明这个 是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 工作经验 加上我去学习软体的一些经验 把它累积下来 那就尝试说 自己画看看 画一支手 一个手的结构 参考国外的一些结构方面 那让自己再去把那些结构 加以修改 加以改良 用在适合我身上 拿下高额奖金的张宪良 目前已继续研究 开发可以动的单手指 不仅制作快速 且成本低廉 近期已有许多 伸脏朋友找他制作 他说台湾有很多 断手指的藏友需要帮助 现阶段都是以工艺服务为出发 享用自己的力量 让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手指还在 此外他也鼓励大家 上帝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开启另一扇窗 不管发生什么事 只要心智够坚强 很多事都能够做得到 就是让自己去专心 你要怎么样解决事情 怎么样解决去这些问题 你如果专心去想这些事 你说真的你就没办法 没有那个心情再去想说 为什么又是我 为什么老天选择的是我 为什么是我受伤 就不会去再想这个 这个负面的想法就会 慢慢的就崩解掉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 这是我演员的事 我看的 你对了 我就自己做